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的聊天整天的游手好闲 全靠着我小姨子的接计 我小姨子也傻 这样的男人也要 还一直贴上去 还和人家同居了 后来小姨子怀孕了 被我岳父岳母知道后 要拉着她去打胎 她死活不肯 被她这样一来 自己的后半辈子都要给毁了 小姨子不肯回家 死活赖在我们家 知道要生孩子了 孩子都已经快要生了 岳父岳母她们也没有办法了 原本想等孩子生完 就将孩子送人 那个时候 我老婆也是有孩子的 小姨子就和我老婆 同住个医院 同个病房 岳母好方便照顾 没想到两个人同时生了 都生了男孩 岳母先趁着孩子小 将孩子送走 小姨子死活不肯 非闹着要死 以死相逼 最后孩子留下来 但是三月后 小姨子突然抱着孩子来我家 说麻烦我们照顾几天 然后她就一去不复返了 孩子被扔在我们家 我和孩子很投缘 这孩子长得比我儿子还像我 而且很黏我 一刻都离不开我 所以我把孩子留下来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 小姨子知道那个混混的消息 居然又追着上去了 追走 居然是三年 三年了 我把那孩子当亲生孩子一样 和我儿子一起照顾 而这一次 因为宝宝突然发病 需要输血 宝宝的血型很稀有 没想到我和宝宝居然是一样的血型 我和老婆都惊呆了 医生说 这种稀有的血型很少的 我想起了家里儿子的血型 跟医生一问 医生说 我和老婆根本就不可能 生出这种血型的儿子 后来一查学 没想到 小姨子的孩子 才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们才知 以前医院抱错孩子了 幸好孩子是在我们身边 要不然 我们的孩子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现在小姨子突然回来 说要带走孩子 去找孩子爸爸 可我现在犹豫了 以前把小姨子的儿子 当我的儿子一样 感情也很深 而又刚知道 那个孩子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两个孩子都不想让小姨子带走 我好纠结 我要怎么办呢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